大家好,每年4月可以给各种瓜类种子育苗了 今年育苗的瓜类种子还不少 有冬瓜、南瓜、丝瓜、甜瓜、西瓜、鱼翅瓜 这些瓜类种子育苗方法基本相同 今天主要说说南瓜 因为南瓜是多数人都比较喜欢吃的一种瓜类 以前都比较喜欢用剪刀把种子顶端剪开一个口 后来我发现这些瓜类种子其实用剋瓜类的方法把它剋开就可以 既方便又不会伤到种子 种子全都剋好后放入清水里浸泡一个晚上 第二天用湿纸巾把种子包起来 放入塑料袋里进行催芽 最好把种子放在油暖气出风口的地方 这样可以使种子快速发芽 三天后有两粒种子已经发芽 发芽后的种子要马上种下去 没有发芽了要继续催芽 出芽的地方是根部把它种在下面 第四天南瓜苗就长出来了 南瓜是比其他瓜类出芽率最高 也是最容易种植的 出芽后的南瓜生长迅速 几天就可以看到叶片膨大 同时它也是瓜类里生长最快的一种 如果喜欢吃南瓜的你 无论是在地里还是在自家阳台上 都可以轻松的种植 南瓜不仅仅吃它的瓜 还可以吃南瓜花和南瓜叶子 味道都非常鲜美 南瓜侧蔓生长发达 当不需要它继续生长时 可以把顶端掐断 掐下来的嫩芽清洗干净 然后过水 清炒或凉拌都非常好吃 南瓜是以侧蔓结瓜为主 当竹蔓长出第六片叶子时 就要给竹蔓打顶 也就是把竹蔓顶端的肩部掐下去 这样有利于侧蔓吸收营养 结出更好的南瓜 南瓜的根系很发达 吸水力强 抗汗能力也强 种子发芽最佳温度是25至30摄氏度 生长最佳温度是18至32摄氏度 在低温条件下有利于雌花形成 但不可低于15摄氏度 南瓜是喜光照植物 光照充足会生长良好 如果光照不足 阴雨天居多 容易落花花果 发生病虫害等问题 所以在种植南瓜时 要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 现在是4月中旬 天气慢慢暖起来了 再过几天就可以把它们种在地里 又过了两个星期 南瓜苗全都长大了 现在可以把它们种到地里了 这块地已经种上了玉米 可以把南瓜套种在玉米地里 这样既可以节省空间 又可以在炎热的夏天 遮挡地表阳光 保持土壤的湿度 节省用水 这里还剩下一盆大的 当初给它换盆的时候 忘记了写标签 所以现在记不太清 它是南瓜还是鱼翅瓜 因为它们的外形长得真的很像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换盆时一定要马上写下来 否则真的记不住啊 这块地已经放了很多的粪肥 但我还是在种植坑里放了一些粪肥和有机复合肥 因为适合玉米套种 怕它们互相争夺营养 所以多放一些肥 是有好处没坏处的 感谢观看 在种植南瓜时不要把井干埋得太深 因为井干的地方可以再生根 吸收土壤中的营养 长出的南瓜质量好 产量高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还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按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